好喝的酿汤是广东人的命 也是潜伏的风险 早上一碗猪血汤 中午索瓦猪莲肉汤 晚上更是要来一包老火酿汤 羊肉药膳汤 熟地蟹汤 牛鞭鸽子汤 一碗汤 经过长时间的熬煮 即使鲜美释放 更是飘零的温床 高飘零的食物 大大增加了患痛风 关节炎的风险 如何一边享受量汤 又拥有健康 你需要搭配一些紫色的蔬菜 比如茄子 紫甘蓝 还有玉米 番薯 都是不错的选择 了解食材特点 学会营养膳食搭配 现在点击下方链接 加入营养膳食学堂 国际注册高级营养师亲自知道 不仅可以吃出好身材 还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预防疾病的发生 现在入学 还有300套营养膳食食部 先到先得